大家好啊 我现在想聊几句 今天就是 比较热门话题啊 就说川普呢 说台湾 等于说台湾要 交保护费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听起来呢 因为这个东西呢 传播出来就看你从哪一个 派别传播出来 如果从左派传播出来呢 他是想黑川普的 他会把这个东西讲成了 川普呢 就不保护台湾了 要收保护费了 就像个黑社会老大似的 但从我这个看来啊 倒不是啊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反倒是好事 也就是说 现在美国是否保护台湾 然后呢 那些台湾的以美派的人啊 天天都在吹着冷风 也就是说 台湾有很大一部分人 是不信任美国 会保护台湾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似乎是一个 啊 就是说 天上叫馅饼的事情 对 他们怀疑这个东西 所以呢 变成以美派呢 就变成了 就是说台湾的 也是一个主流的想法 而现在川普把这个事情 直接提出来了 啊 似乎是敲诈台湾 其实我觉得不是 按照这种契约精神 如果台湾真的美国签了一个 啊 就 防护协议 并且台湾是付费的 就和 北约的模式是一样的 其实北约每个国家都是付费的 对吧 他只是说共同养个军队罢了 而台湾呢 你永远不管你自己多么强大 你似乎都无法对抗中国共产党 啊 的党卫军这么强大的军队 啊 那这样的话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天天的啊 提心吊胆 永远都解决不了安全问题 然后呢 美国的这个 就是说 啊 对你的保护 拜登政府多次明确表示 他是要防护台湾的 但是台湾人 还是不能信任 对吧 如果这件事情 转化成一种 就是说台湾与美国的契约 然后台湾出一部分的军费 能让自己 就要高枕无忧 你觉得对台湾人是坏事还是好事呢 因为你有了这个协议啊 很可能 美军直接驻防台湾 我估计你只要驻防台湾 不管他有多少人 中共都不敢向台湾开战 台湾就能够高枕无忧的发展 自己的制造业高科技 对吧 不用像现在一样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说川普的确讲话 经常讲出来似乎很难听 对吧 我也很不喜欢他那个讲话 就口臭 就说我很真的不喜欢 他讲话的方式 但是呢 这一轮呢 我的确对共和党 怀有很大的希望 就说至于拜登政府 民主党政府 我也觉得他这四年做的可以 那我们认为中国可以 我们不是美国公民 我们是一个世界公民 我们觉得可以 我们最主要盯的是什么东西呢 盯的是他怎么对付中共 对吧 他怎么和世界的盟友结合 但是投票给川普的人 不是我们 投票给川普的人 是美国的国民 美国的国民 大部分的普通民众 是不关心国际事务的 也就是说 对于美国的国民 投这一票 其实有时候 我们觉得他神圣的一票吧 其实对于很多人 投那个票 是很情绪化的 没有很神圣的一票 就像我们在澳大利亚 投票一样 澳大利亚是强制性投票 也就不去投票 就罚你70澳元 是吧 然后我们一个人 一个投票 去投票 然后他一个个在那本书 找到你的名字 给你画掉 所以我们澳大利亚的投票 是强制性的 但是这种强制性投票 我也知道很多人 投这个票并不神圣 并不严肃 也就是说 美国也有大量的 这样的一些 文化素质的民众 他们其实投这一票 或许是很情绪化的 对吧 更不会大部分的美国公民 都不会考虑 你这个总统 你这个新任政府 对国际事务上的贡献 就等于再讲白一点 我们天天在作为中国的老百姓 普通百姓 我们骂习近平去大撒币 骂中国教育部 给这些黑人留学生 这么多的奖学金 对吧 从老百姓角度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从他执政党的角度来看 就不是了吧 执政党的角度 我花这么多钱去培养 非洲的年轻一代精英 那这些人将来回到他的国家 他就和中国更亲密的关系 对吧 从这个宏观角度来说 共产党似乎没做错 但是我们同样骂他大撒币 对不对 一样 美国的老百姓 也会骂美国政府的大撒币 美国政府为了世界的和平 他也花了很多的钱 那从老百姓角度 他也觉得你花的是冤枉钱 所以他同样也是这样对付 就说同样也会骂美国政府 是吧 那川普他是想争取平民选票 想争取 你看他选择J.D.Wance 他就想争取铁袖带的选票 内陆各州的选票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说他提出的台湾的设想 一 他要向他国内的人民交代 二 如果他能达成台湾的安全 就是支付了一笔费用以后 这个安全就是高枕不忧 我觉得只要美国驻军台湾 是吧 我想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敢向台湾开一炮 你别看他现在牛逼轰轰的在讲 在那里吹 对吧 从这件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看法 就是说这件事情 听起来难听 但做起来真的对台湾很有益 然后呢 台湾同时花了一笔经费的同时 他也不会这么多需要 这么多军购去向美国买这么多先进武器 其实他也同样 也在这方面 然后他的国家的安全 台湾的安全就是高枕无忧 对吧 这点是我的出现看法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 再见